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之Talk体育 北京时间6月20日18点 世界联赛总决赛中国女排将迎战日本 由于对方是全主力出战 而中国队则派出替补阵容 这场中日大战基本上是四六开的局面 中国女排略处下风 这场比赛除了输赢之外 更重要的是考察奥运替补 那么我们如何能赢下日本呢 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张长宁首发 王云露 王毅竹 庄宇山 谁会成为他的对角 张长宁在此次总决赛 被指定为临时队长 他上场首发没有任何悬念 关键在于 谁会首发搭档与他打主攻对角 我们下面来看下面三个方案 方案一 张长宁 王毅竹 王毅竹在去年是具备大放异彩 可问题是蔡斌在三年的执教生涯里 没有派王毅竹上场打过主攻或接应 他都不在奥运考察范围之内 最重要的是 中国女排现在的强攻点是李盈盈 蔡斌在考察李盈盈对角上 主要是看擦地板 接一船的能力 王毅竹在天津女排 都靠李盈盈来保障 那总决赛考察他干嘛呢 发二 张长宁 庄宇山 庄宇山香港站替补发球建功 他最大的短板就是身高太矮 中国女排主攻对位篮网 基本上都是欧美球队的强力接应 让庄宇山在奥运打替补 面对瓦尔加斯来篮网的话 那连球都摸不着 总决赛为了赢日本 让庄宇山首发打着玩可以 去奥运会拦网 网口至少差了30公分 方案三 张长宁 王云露 这个首发搭档还是很有可能的 一方面打日本 中国女排需要保障一船 让我们的副攻打出来 王云露恰恰一船是强项 另一方面 张长宁在香港站 对阵土耳其一船表现不错 可是他的进攻效率不高 打防守顽强的日本女排 考验一下张长宁的强攻能力 王云露的一船能否再打动蔡斌的心 这是教练组考察的重点 高益迎来首发机会 极深巴黎奥运第三副攻 高益也需要实战来证明自己 高益在世联赛分战赛 是最没有存在感的球员 此次总决赛 高益终于迎来首发机会 对他的考察主要有两点 王文涵 杨涵玉 主要是前排三号位的短平快 也就是扮演王云院的小副攻角色 高益在总决赛对阵日本 则是扮演袁锡悦大副攻的位置 打大副攻一个是前排两点攻 高益进攻要下球 不能出现卡伦 而且王文涵 杨涵玉 篮网不是太灵光 高益是否能在王口上 更多地封死日本队的进攻 郑益心一传 压力大 强攻能力有限 但打日本已经是他最好的台阶 蔡斌在总决赛 只抱了郑益心一位接应 小精心入选巴黎奥运阵容的 可能性非常大 就强攻能力而言 郑益心打接应 确实还不如攻向于 不过 奥运前的最后一次考察 郑益心的运气非常不错 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的日本队 日本的身高偏矮 郑益心进攻突破 并不是很吃亏 如果总决赛中国女排 首场对阵土耳其 那郑益心对轰马尔加斯 我们的强攻实力差距太悬殊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 总决赛打日本 郑益心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 进入奥运的台阶 除了进攻之外 对郑益心考察最大的还是益传 作为中国女排的接应 至少是要接三轮益传的 郑益心是复工出身 有一定的益传能力 可是他与张长宁 攻翔宇相比 益传能力还是差了一大截 此外 中国女排在拿到奥运资格之后 就马不停蹄地开启了新一轮备战 游手张州的共有八人 不出意外的话 这八名球员将成为球队新主力 入围奥运板上钉钉 而剩余的四个名额里 张长宁和高益占据主动权 尤其是张长宁 可以用高枕无忧来形容他现在的处境 之前或许大家都还在质疑 张长宁留队的必要性 认为其三年没有进行系统性训练 仅靠半年时间来恢复 恐怕很难恢复到巅峰状态 但即便没有恢复到巅峰 就香港站对阵土耳其一役来说 只要张长宁保持住这样的异传水平和进攻水准 奥运名额就有他的一席之地 目前这支中国女排主打的就是快速多变 也就是需要有很稳定的异传作为基础 异传能力强且稳的球员占据优势 这也是为何王云露之前能够牢牢把握住首发的原因 面对土耳其队的追发 张长宁接了全队最多的一传 海盗位率颇高 为复攻打战术球提供了支撑 在进攻方面 张长宁改变了以往爱往下勒的打法 选择了平打和借手 尽管高度不如巅峰期高 但靠着经验依然能够驰骋赛场 有如此稳定的一传和如此绝妙的首发 张长宁担任小主公绰绰有余 而且目前蔡斌所纳入的几名主公里 没有人比她的一传更好 中国女排要想在奥运会上打出快变战术 张长宁是关键 另一位球员高益也算是高枕无忧 但还得经受最后一轮的考验和冲击 现在两名主力复工已经确定 那就是王元苑和袁新月 替补复工名额也呼之欲出 比起王文涵 高益全方位领先 不过总决赛期间 暂时落后的杨寒玉回归球队 作为中国女排前两年的第三复工 杨寒玉依然具备很强的竞争力 她的进攻力量大 速度快 只是篮网方面有所欠缺 高益要想巩固住自己的位置 就需要在总决赛和日本的较量中 展现出篮网能力强的一面 一旦发挥不佳 就有可能被弯到超车 在漳州集训期间 吴孟杰应该加强自己的异传能力 尤其是完美到位率 朱婷则应该加强和凋零羽之间的配合 并及时提升自己的异传状态 像全年无休的李盈盈 龚象瑜等人可以趁着这个机会 好好休息 为后面的硬仗做准备 在国家联赛分战赛最后一场比赛 中国和波兰的较量结束以后 及时的世界排名将决定女排奥运会的化档 后面国家联赛总决赛以后的各队积分变化 不会再产生影响 中国女排和日本以及荷兰同一档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女排小组赛 不会和这两支球队相遇 也可能本次奥运会都不会和这两支球队相遇 因为抽签分组的情况决定了出现的形式 按照计划 女排奥运分组抽签仪式 在6月19日的19点整会在泰国曼谷进行 我们可以对中国女排的出现形式进行分析 按照新的奥运女排项目的竞赛规则 奥运会女排将会被分为三个小组 东道主 把国在A组 世界第一 巴西在B组 世界第二 意大利在C组 剩下的球队按照世界排名 三支球队为一个档次 每个档次抽取一个球队分进A B C三个小组 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两个小组 第三晋级八强淘汰赛 由于塞尔维亚女排一直在输球 所以下滑到了最后一档 因此 中国女排最差的分组将会是分进意大利那一组 然后第二档抽中美国 第四档抽中塞尔维亚 也就是中国 意大利 美国和塞尔维亚女排为一组 中国女排国家联赛分战赛 战胜的是替补的美国女排和塞尔维亚女排 奥运会才是真刀真枪 所以 最差的情况 我们可能会小组赛三连败 小组垫底也就八强不入 不过 这种都是极端情况 但是 只要我们有实力就不怕 当然 还有一种最好的抽签结果 就是我们分到东道主法国这一组 第二档抽中波兰 第四档抽中肯尼亚 那样的话 我们很轻松就能够晋级八强 由于抽签有一定的运气在里面 所以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女排好运 能够抽中上上千 争取在奥运会上再次实现站台 对对对对对的